嗨大家好,我是吳瑋 今天我仍在奇美医院裡面 來為大家做個簡單的評比 好來,從這邊開始 這顆是魔方格的夜漆M 魔玉套附GTSM Haze,Kevin Haze 海獅7JM 這上課都是觀尺啦 觀尺 好來,如果初步這樣子拿起來的感覺 這兩顆就是Haze跟夜漆的重量是相當的 大小也蠻接近的,幾乎是一樣大 Haze稍微大一咪咪而已 所以拿起來感覺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比較不一樣就是這顆 奧附GTSM 夜漆是最小 第二是Haze漆節 然後最大一樣是這一個奧附GTSM 好,如果要講內層磁力的話 我覺得夜漆跟Haze 它的磁力是也差不多 感覺這兩顆它的各個特性都還蠻接近的 那內層磁力的話 奧附GTSM一樣是最強的 好,外層的話 Haze最弱 奧附GTSM 是第二 好,外層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這個夜漆它是外層是最強的 我覺得Haze的話它是比較屬於那種鬆滑、平滑、平穩 雖然說轉動快的時候它會有一些沙沙的那種碰撞 可是整體來講它的結構算是蠻穩定的 這一顆奧附GTSM 它就是手感是屬於比較粗獷啦 就是比較大氣那種感覺 那它就沒有像這個HazeSM的輕盈 夜漆的話 我感覺它就是三顆裡面算是最穩重的一顆 不是重 是最穩 最扎實 然後也最平滑、最細膩啦 這時候實際在轉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說 它的感覺是比較 控制性是比較好的 控制性比較好 那如果你要撥動它的話 手勁可能就稍微要大一點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想要撥動起來比較輕鬆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選擇這一顆Haze7階 這一顆呢 它就是因為它整顆它是比較大比較重的嘛 所以你在撥動的時候 其實你的手指頭本來就是會自然而然 用比較大的力氣去撥動每一層 即使它的內層磁力稍微的強一點 可是你這樣子在轉的時候 它其實是定位的效果是還不錯的啦 然後還有一點可能 我覺得要特別說明一下 因為像夜漆跟澳富GTS-M 它們的貼紙的配色 都已經是比較流行的 Flash配 但是這個Haze7階它的配色 我就覺得 剛剛解的一次我覺得有點痛苦 因為舉例我覺得好像 好的 貼紙已經換好了 那接下來我就要把這三顆做一個完整的打亂 然後再復原 那這過程我就把這個心得把它記錄下來囉 經過了一番的預血奮戰之後 我終於把這三顆給做了一次完整的打亂跟復原的動作 那在這過程中我也把他們的一些手感都記錄下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結論啦 澳富GTS-M 它是這三顆裡面是最大 然後也是最重的一顆方塊 不過它相當的鬆滑 它的優點是在這邊 然後它的磁力也是最強的一顆喔 也就是說 這一顆我會覺得它比較適合給 手進比較強的玩家去使用啦 就是說它在轉的時候它很鬆很滑 但是它磁力強嘛 所以它可以很有效的幫助你去抓住那個定位這樣子 不會跑掉 魔方格的夜七階 我覺得這一顆的感覺它比較緊啦 比較你要講扎實也可以穩定也可以 但是因為它容錯稍微大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在轉稍微快一點的時候 大概在這個地方 它會有時候會發現一些小小的卡錯成的情況 雖然說是很容易排除 不過這個我覺得跟玩家還是說明一下 那這個錯成的情況在這顆 這個澳富GTS-M是很不容易發生的 因為我故意要去把它弄錯成都錯不過去啦 那這一顆是可以做出錯成啦 那當然你手法定位好一點的話 就可以避免這個情況啦 那我覺得它就是非常的穩啦 非常的扎實啦 雖然它拿起來比這一顆輕 可是我這樣全程轉下來 我覺得轉這一顆的感覺 那個手指的疲累程度 其實是不屬於這一顆的喔 所以說這兩個就是玩家自己去判斷一下 海獅Haze7階 它是這三顆裡面我覺得算是最輕 然後也最鬆滑的一顆 所以其實如果你第一印象直接拿斷 你會覺得說 欸這顆怎麼那麼好轉那麼鬆滑這樣 確實是這樣沒有錯啦 可是呢它有一些小小的缺點喔 第一個就是說它蓋子其實是還蠻容易噴出來的 那因為它盒子裡面也沒有附蓋子啦 所以你如果在玩的時候就注意一下 如果有些時候你在轉弄的時候發現有某些蓋子它 欸你壓它是可以壓下去的 那表示那個蓋子它是比較鬆的 那我就建議你直接打開 點個白膠把它黏住好不好 因為這樣子掉了一個蓋子 那你這顆方塊就等於不能用啦對不對 再來就是說 它中錯是三顆裡面最大的 可以拉這麼開 但是呢它也是最容易錯成的一顆 如果我要以綜合評斷的話 這顆是最鬆滑的 然後這顆第二鬆滑 然後這一顆是最紮實最穩定的這樣子 好所以以上就是這三顆方塊 它們的簡單的就是個性的比較啦好不好 也不要說什麼哪一顆是最好或最壞 我覺得好壞都是在一個人 這個我們強調很多遍了嘛 那你也不要在底下問我說 欸烏烏烏烏哪一顆最好啊 你覺得咧 這個我是不會告訴你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開放一個問題 來讓觀眾來做提問好不好 烏烏烏烏請問一下 這三個方塊哪個最好